夜里五魁收拾了东西要离开柳家 在院子里被少奶奶拦住 俩人真情流露相拥在一起 突然来了很多人 他俩被抓了个人赃病祸 刘老太太并没有为难五魁 只是让人将其赶走 但对自己而媳妇他可就没有那么仁慈了 当着鸡公寨全债人的面挑断了他的脚筋 无助的五魁跑去投奔白风寨 却发现白风寨惨遭灭门失衡遍野 一年后 一对土匪踏着黄沙来到了鸡公寨 众人分开后 五魁引马上前 他现在竟然做了土匪头子 被锁在床上的少奶奶听到外面的动静 把锁链弄得哗啦啦响 五魁丢给刘老太太一根麻绳 让手下给他留个全尸 自己则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将换上红嫁衣的少奶奶接到自己的被搭上 马队拥着五魁和少奶奶离去 身后的柳家冒出了滚滚浓烟 故事最后一个尽头 结束在给刘老太太力的贞结牌坊上 刘老太太和少奶奶 在故事里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但这两个寡妇却活成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婆婆刘老太太中年丧妇老年丧子 独自支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 也不能说不可怜 但是她在自己恪守贞结传统的同时 也用这套标准来要求儿媳妇 让儿媳妇和木头雕像过一辈子 在儿媳妇不愿意的时候 不惜动用酷刑把她变成残废 落在少奶奶脚踝上的刀 就是那名为贞结的传统 少奶奶在丧夫之后主动和五魁勾搭 最后永远地逃离了守寡的未来 看似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寄托在婚姻和男人之上的独立 却和五魁的土匪事业一样 极易坍塌